好 台中港的船修廠在下午发生了火警意外 有一艘巴拿马旗的这个搁浅的轮船信宴轮 它突然间起火燃烧了 几张人员货报赶快来进行灌旧 那么后来发现是这个船修厂的人员 在切磕隔板的时候火花 一次不小心碰到汽油 所以才会不慎的起火燃烧 还好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火事给扑面